你跟我说美国猪肉便宜 我告诉你 美国便宜猪肉都来自于转基因 你不是反转吗 吃还是不吃呢 你又说美国素质教育 快乐教育让孩子没有压力 我告诉你 那样教育才导致了全民的反制 一千多万确诊人数 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你又说美国没有单双号现行 我估计你没有看到过 美国大城市里经常信的超级大堵车 在那些城市里 让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 都拥有开车的权利 他们也就同时失去了这项权利 这并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 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说美国不用找关系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美国人已经把关系 当做一种商品去销售 当成一个法律条文去保护了 你说白了 在美国你没有钱 是根本走不起关系的 你说美国环境好 我估计你没有去过 美国大城市的市中心 人多地方 人均纳税少的地方 都是一样的脏乱差 你说美国监控摄像头少 保护领思 可是在美国坐飞机的时候 你不但要搜身 还要把你叫个金光 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有出来抗议呢 而且美国出现了那么多的 无尾案件 交通造势纠纷 命案 失踪人口 都是因为没有监控录像作为证据 所以开始了 无休止 无结果 花钱如无底洞一般的扯皮 除了能让美国GDP变得更好看一些 还给老百姓带来的什么好处呢 我理解国内的某些同胞 对美国的憧憬 因为距离产生美嘛 可是因为你离得太远 你可能也看不到对岸的女神 她脸上 其实也不满了麻子 你回头再看看你家 勤勤恳恳的黄脸婆 也许不是她不漂亮了 而是你把正在拥有的幸福 当成一个理所当然 而忘了珍惜了 谢谢大家